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聊到了关于外形和内在的关系 就是跟大家说了一个体会 就是手抓两把你脚踩西瓜皮 这种外形对你的内气对你的神医气的帮助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讲外形和内在的关系的另一种练法 前一种脚踩西瓜皮 手抓两把你 不要搞到身上你了 西瓜皮不要把自己滑倒了 这种状态的学习 那么下面我们说一下外形和内在的东西的关系 的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以前曾经说过 这个我们要刚学太医拳的时候要开展 要开展 要开展 开展的打 开展 这个开展 练一段时间 我们要紧凑 练得要紧凑一点 要紧凑一点动作 那么 再练一段时间 我们还可以开展 那么 这里边 我们现在就说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 开展的练 然后紧凑的练 这种外形的大与小 外形的大与小 首先说明一下 我们说的大架和小架 就是全架的大与小 大架和小架不是动作大小 不是动作大小 是套路不一样 我们今天说 你开展练和收缩练和紧凑的练 这种外形的变化 对你的内在 也是有联系的 那种接着上一个视频说 内在的东西和外在的东西是有联系的 因为有一定的内容 它就有一定的外形 形式里边有内容 内容外面 必须有形式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我们说的开展 对内在有好处 有好处 那么我们紧凑的练 对内在的东西呢 也有好处 也有好处 对不对 那么我们开展的练的时候呢 你的内气 会放开 放开 使它自由的奔腾 自由的奔腾 它自己骨盪到哪里 是哪里 这是开展的练 开展的练 那么 我们练在时间 紧凑的练 跟内在什么关系呢 紧凑的练的时候呢 就是你的内气 收回来了 我紧凑的练的时候 这个内气就 气脸于骨 气脸于骨 它就脸到骨头里 气就收回来了 在体内动 那就开展有开展的好处 内在 对内在的好处 紧凑的练 对内气 对内的内部的神异气呢 它也有好处 这就是外在和内心的 直接的关系 直接的关系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你比如说 你的这个下势 如果下得很低的话 你感觉的内部的变化 和很高的话 它的内部的变化 你体会体会 它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 那就是它有联系呀 它的外形和内在的东西 是有联系的 因为我们以前发视频 经常说 不要注意用外形什么东西 就是内加权嘛 主要讲内在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一聊 外形和内在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么我们以前拍的那个视频说 不要注意外形指的是 你不要去追究这个外形 但是不是说不要外形 通过外形 使我们练的是内部的神力气的东西 内部的神力气 是通过外形来达到 外形是练内加权的一个途径 但是它用一个方法 它练的目的是得到内进 得到内气 得到内进 它是有它的目的 但是呢 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你只有通过外形 才能得到内气 内进 这个我曾经在某一个视频中间 好像我提到过 有一次我在这个小区的一个地方练拳 早晨的时候 来了一个女同志 年纪很年轻 拳打得非常好 她在离我几十米的地方 我看她打得很好 她走到我的跟前的时候呢 就跟我说了一句 她说你 我当时是将紧凑的练 紧凑的练 把气都收回来 当时呢 她又跟我说 她是好心的 她说你 你这个不伸展开 你就得不到内进 内进 那么 我也不认识她 她讲完一句话 我就说谢谢指教 她就走了 她走了以后呢 我在这个问题上 我自己在思考 这很多年以前的事情 我们就说这个例子 她说的意思呢 也是说 外形和内在的东西 是有关系的 你伸展开 你伸展开 气已经打出去 到了 这个气才能走动 走动以后回来 又走动 她气才能够灵活的运转 在身体里自由的流动 流动的地方越大 你锻炼的效果不就越好吗 她是这样想的 当然我没有跟她说 我那个阶段 实际已经过去了 我已经把气都收到身上来连了 当然这个 互相 互相 因为互相都不认识 你不能够 说我的功夫比你强 你说的不对 这个不能这样说 我今天讲这件事情 主要讲的就是 外形和内在的联系 所以开展的恋有好处 收缩的恋也有好处 也有好处 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呢 是重点的是聊 说的外形和内在的关系 她这个同志 不是就是这个权友啊 这个打拳的人 她说的开展 那这个对这个气的鼓章 我开展过以后 这个气前后的鼓章 上下的鼓章 都是有好处的 都是有好处的 但是呢 我呢 现在是要干什么的 我现在不是耗内气 而我在养内气 就是我现在收缩 紧凑的打的时候 把这个内气养一养 让舒服住 当然我没有跟她说 因为不认识 好通过这个事情 就是说 不是 是外形不重要 是外形重要 但是我们 我们今天发的这两个视频 说外形和内在的联系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要局限于某一个方面 比如说今天这两个视频发了 外形有用 好 那我就要注意外形了 这个要这样 这种趋紧的趋紧的外形 使的外形 我觉得是没有用的 怎么没有用呢 就是你这样的外形 是我这个手必须那么高 我这个 这个必须是 必须是 180度 这个必须是90度 这个必须是 这个 150度 我说的是 这一种外形是 是不需要的 是一种 是一种 多余的东西 我这个脚 必须要迈到45度 这是必须是45度 这种肚硕的考虑 是表演太极权 所要追求的东西 这一种外形 是不需要的 是不重要的 而我今天讲的外形 和内在的神意气的关系 指的是 我这个外形的 大呀 小呀 快呀 慢呀 与它内气有关系 有关系 就像我们 大 我们这个 开展 开展到多大为大 多小为小 多高为大 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说 开展我只要 根据我自己的身材 我自己的韧带的 柔韧的程度 我开展到什么程度 我开展到这个程度 就已经开展了 我就已经开展了 我不要求 跟你的外形是一样的 我指的是 指的是这种外形 这种外形 好 那么今天呢 关于外形和内在的关系 今天我们讲的重点 就是大家 要开展链 就是为什么要开展的链 为什么要收缩的链 紧凑的链 是说了这个问题 是说了这个问题 好 好 那么临格聊太极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时间过得很快 十分钟马上就过去 这个我们聊太极 就是聊天 就是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欢迎大家的留言 不要怕你的留言说的对不对 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我会及时的回复你 我几乎百分之百的只要有问必答 只要有留言 我都给他一个详细的回答 详细的回答 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